大家好,我是九耀,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为大家带来的韩服第一视角节目 那前段时间也因为回到俱乐部了,所以说一直没有给大家录第一视角 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俱乐部的机器如果要录第一视角的话还是有点难 所以我在这次情人节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中 其实不是为了陪老婆,只是为了给大家录第一视角 其实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 好,我的队友是个Z,那是个职业选手,因为他在我的好友里面 地图是失落神庙,那是近点 近点的话,大家都会选择一个裸双开局 好,他也会裸双,那我也没必要藏房子 4J的话,当他的女王出来之后,我的房子也进不去了 诶,他怎么停农民了,没有停,他是一个实地偷一个农民 然后再造房子的这么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其实和我这个不通农民的其实差不多 并且他开矿的速度我感觉还没有我矿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已经可以开了 然后他这边还没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进度,这是他的血池,这是我的血池 我明天比较快50点血 因为是空中近点的关系 所以说我这边可以看到他的一举一动 没有必要那么找下血池 等到17个能力加下血池 他这个打法的话,经济会比我稍微好一些 但提速狗会比我慢 因为他的气框没有那么快 这个打法给我感觉他要出蟑螂 但是还不能确定 反正这个打法不可能第一时间去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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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他这么打的话我就不用第一时间照地吧 因为他提速狗没有我快 而且居然他如果提速的话 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出门 他留了两个卵 不知道这两个卵会变什么 我也不怕 我现在还是安不就班补农民 然后抓两个女王 然后抓两个女王 升级自己的狗树 看一下 我只要是看一下他的狗树和什么时候提 还有这两个卵是变什么 我现在留了两个卵 我等他这两个卵出来之后啊 他出了是狗 那我也要出狗 我们需要更多的矿 并且看一下他有没有 还是没有提狗树 现在提了 那比我慢不少 他也是第一时间提的狗树 那现在我就可以到独棒 因为我已经了解他的科技动向了 当他的狗 他的狗也没到我家了 那我也不急 好我这六条狗 现在先去吸引他下的房子 他也打我的房子 有点狠啊 不能忍 我决定去救我的房子 那我也打他的房子 反正大家都一样 其实被打掉房子 其实都挺难受的 我看看我能不能保护到我自己的房子 别打了 别打了我快死了 好 感觉我有优势 这个女王要被我咬掉 他是一个操作的失误 那这波我已经 占了很大优势了 那这个也必须要咬掉 就算死掉这波狗 也无所谓 这波的交换中 我把他房子给杀了 但是他这边 好 我的狗叔好了 那他这波狗他也回不去了 我的狗叔比较好 快不少 这波我可以变独豹 去压制他 刚才我停农 停农民采气是因为我 我自己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气况 已经比较多了 所以没有必要再采气了 这边独豹好了 他的独豹也应该没有快 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全面领先的帝国 我这波压上去 应该如果操作不失误的话 他就算那么多 这波撞的非常困 但是我还是有优势 好 我这边撞了他不少狗 操作一下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对的一条狗去打他 然后另外的狗全部去打农民 你这个农民只要让我打掉吧 好 这边操作操作上 还是我稍稍占了优势 他又变了独豹 那我这边的狗还是要变独豹 至少目前来说的话 给我感觉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他选择一个微微就躁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独豹了 所以说 看一下他的微微就躁 还是挺成功的 他的微微就躁 至少让我不太敢去跟他打 这边有个机会 我家里也没管 因为我的狗一直在盯着他 这两个 这两个独豹会不会创造奇迹 稍微过来一点 不然的话有点危险 他这波狗只是绕过去 还没死 操作很跑 那拼操作的话 那我还是不怂的 居然就靠这一个独豹 居然敢这样打 太嚣张了 这波一定要操作 这两个独豹能不能创造奇迹 我们看一下 两个独豹创造奇迹吧 好的创造奇迹了 因为我刚才是一个农民踩 所以说我的钱比较多 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个拼操作手 并不是一个 他的毒爆有点多 他毒爆也真有点多 好 啊我这波我操作失误了 我直接把所有的毒爆都撞到 撞到一个没有的地方 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波我有点难打 不管怎么这波狗 我觉得非常难打 这波狗必须挡着 好 好像我点了一个毒爆 那还有一个 你撞吧 我们需要更多 我们需要更多 这波农民跑上去 能跑上去就跑上去 不能跑上去就再刷 他还是要炸我三个农民 那 这个 结果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刚才他被我炸了一波农民 所以说这波就是他最后的一个 一波冰了 他的之后的经济 他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稍微操作一下 好 他选择激进 那 这期节目也到此为止 那我会不断为大家带来第一视角 至少我这几天 会那个 不停的就不停的打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